其实如果在VBA里面,其实也是一样,VBA好像台语比较大,VBA里面没有转型它也可以,它会自己帮你转。只是说在那个Python里面,你一定要加这个东西。 那如果说接下来,我希望说未成年固定的,那底下的话还可以再细分,那怎么细分呢?可以再分成那个青年、壮年、老年的话,那怎么再细分?其实很简单,以后如果你要再细分的话,一,请你在这边Enter一下,然后Enter之后的话,记得说牌,请你再按Backspace移到最前面。 那一到最前面做什么呢?因为我要再另外,就是第二个逻辑,第二个逻辑是什么呢?如果他的小鱼之八就未成年,再来的话青年,那青年怎么写?你就打个Enter。 其实它有点像这样,就是你等于再多一个Enter。 那只是说你那个Enter,你第二个你不能Enter是Enter,你第二个一定要多一个Enter。 叫Alif。 这个概念跟VBA也是一样,只是说VBA叫Alse if,Else。 然后条件是什么?如果他是H,假如是大于,大于几岁呢? 大于18岁,而且And嘛。And,and就是大一个And。 而且…大于18岁,而且它的H,假如是什么? 大于…小于多少?小于35吧?而且好像要等于,小于等于。小于等于。小于等于18的话? 小于等于35,那就清年 记得,一定要放在缩牌的位置 这边的话,这个地方就清年 这个标准的话,我只是大概 因为现在的青年年龄慢慢已经在改变了 因为现在到底是有的人35岁还宅在家里很多吧 40岁有些还在宅,变坑老族 你说壮年,壮年几岁才是壮年 所以,一样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我习惯复制贴,就感受自己感受 不过我习惯就是选举它拖拉加感受键 这样比较快 这些超级蛮值得学起来 拖拉加感受键,很多城市都拖拉加感受键 拖一拖就OK了 然后再改什么 应该是大于等于多少,35 然后呢,而且呢 小于多少,小于等于65 这个部分的话,我叫壮年 那剩下来的,那就是除此之外 就是未成年也不是,清年也不是,壮年也不是 那else就剩下来,除此之外呢,就是老年 OK,那这边我们就加个老年 不过其实在那也可以修正 你会发现,现在老年也不见得一定是65 所以现在很多70岁也都看起来很健康,很有活力 可是其实说,提早退休,我还是满无聊的 我说这个,叫我退休在家,我就说 那他干嘛,等死 我不能这样讲 OK 我意思说,就是你总的要做一点事情 我刚刚跟各位讲那个,人家居然会 让位给我 我就想一想,这什么意思呢 是在侮辱我吗? 还是看起来这么老吗? 奇怪,那是因为白头网的关系啊? 不是啊,好啦,没差好 反正主要这个地方就是逻辑 那以后如果你把它写的话,一定要很顺的把它写出来 不管是你写Python也好,写VBA 那先VBA改一下而已 原本复制天空就改,应该知道改哪里吧 反正很多地方就是这样改了改去 两边是可以互通的 甚至你可以写一个程式,自动转移 VBA转移成Python,Python转移成VBA 可以啊 只是说把一些不同的地方抓出来 帮它加上去 OK 好,那再来的话,我就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输入36岁 那正确应该是输入撞,你看OK 撞也没错,所以它跑到这个区间 然后执行一下 如果跑30岁的话,应该是7年 没错 OK,就跑到这边 有没有,它一个一个比 比到这边为止 然后66岁 那就老年 OK,应该也没问题 基本上的话,就是一层一层的比较 当然其他语言有很多是有什么 slip case,switch等等的 不过你会发现到Python 它就把那个东西拿掉 多重判断,就写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我觉得也比较合理啦,不用学太多 因为像学太多都记不起来 最重要是要掌握最重要的部分 OK,然后另外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这样子应该都可以看得懂吧 大于18,而且小于35 但是喔,其实仿天的书籍 它可以写成另外一种写法 什么写法呢? 我把那个另外一种写法给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18写在前面 然后这样子,h写在中间 然后小于等于35 OK,有看懂意思吗? 这样也可以喔 OK,只是说呢 两种方式,看你个人习惯 我是比较习惯写上面的写法 OK,那所以呢 当然坊间的书籍也会写上面的写法 那没有,不能说它错啦 就是说我觉得 上面的写法可能比较有点接近那个口语 有没有,我们表达他们就 这个,而且这个吧 那下面的感觉比较接近电脑 电脑它就是这样子在比对的 它不会写得像上面那么冗长 所以两种方式都可以 不过还是以你个人写作习惯 为优先吧 如果你习惯写下面,你就写下面没关系 OK喔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为了要 什么,适应别人的写法 你就更改你的逻辑 也要反而更容易写错 所以一般你要慢慢找出你自己习惯的写法来写 都没有问题 OK喔 好,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做个多重逻辑的判断 然后画面再好给各位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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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